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晚上好 我是James 一个星期的这个交易又结束了 时间非常的快 不过马股今天又是红红的一片 又是来了一个回调的一天 整体马股其实最近情绪比较疲弱 我觉得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明年的预算案 就说有繁荣税 赚一亿以上会抽多一个9% Stand duty那边的税收也是调高 这两个就对马股整体的情绪 其实是受到一个不利的影响 那么疫情方面 马来西亚今天是暂时有回调下来 当日确诊是5058个人 然后全球方面今天确诊是 599846个人 全球死亡今天多了7266个人 所以你看到疫情的新闻 他就一直跟你说那个最新的变种 Armicron 不断在全球各地 比方说有新的毅力 还是全国第一种 这样的新闻都会被报导出来 英国是比较严重的 英国那边已经有几百种 这个最新的变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WHO就相当谨慎 这一次因为他们就说 这个新的变种传播力 他们大多数人目前是相信 它的传播的力度 比起Delta变种是来得更加可怕的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觉得理论上 可能以后单日确诊 一天破一个百万人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个新的变种到时候 肆虐全球的话 所以关于这个新的变种 很多疫苗的厂商也在说 他们需要开发一个全新的疫苗 因为之前的疫苗 其实它的效率将会大打折扣下来 你如果你打了三剂 你遇到这个新的变种 你被感染的这个机会 还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么马股今天当然KLCI 跌了12.91 收在1488.88 所以又跌破1500点这个水平 今天下跌的counter 445个 上涨只有284个 所以今天Data PRP 飙了23.9% 可以看到它的director Injet No 一天也买进了8万股 然后Sedania起了12.4% 它的director Dato No 买了6万股 Pratama起了4.6% 它是YOY 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而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 Pick 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所以来到今天相当多我的选股 回酬还算是不错的 像Qing Hin 起了4分 所以在1.94 Qing Hin 最近它都有在买这个Qing Hin Group Property的这个票 之前我选Qing Hin हrien running Bornis Issue 57分 也派了Qing Hin 3分 这一年10个多月 也是有41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10年 然后Frankern 收在3.79 之前我选Francern Before它 Bonus Issue 71.5分也派了股息 10.25分加上Free Warrant B 26分 这三年三个多月也是有74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13年 然后Hexstar Global收在1块4毛2 他也派了股息 5.6分 之前我选Hexstar是0.505 这一年8个多月也是有36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9年 大概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你可以来Joy这个选股 每个星期你会得到一份报告 上面会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在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投资的方法 原来甚至为投资政道当中最出名的 那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付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就是我会去研究在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公司董事局的成员也是非常关键的 公司未来利润的潜能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股息的派发等等等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要强调这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使在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疫情能够比较受控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能够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还是挺高的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et号码在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非常简单分享 今天业绩出炉了 然后成交量也是相当活跃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也是手套股 龙头老大在马股 它的这家公司就是Turtglove Corporation Berhad 它的cord是Turtglove 今天跌了10.4% 业绩回调了今天出炉的业绩 收在2.16元 它的市值177亿 还是算是蓝筹股的 它是其中一家马股 四支手套股比较大的公司 另外一家是Hatalega 那么这一家公司PE3.11元 割位数 基本上马股的手套股都是割位数啦 因为他们之前 前面几个季度是赚的挺多钱的 然后它的ROE 99.2% Dividend EUR 30.14% 然后这个季度的Net Profit Margin 开始 normalize 比较正常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季度 它的margin是12.78% 就比较接近pre-COVID的那个水平了 OK Turtglove 它有一个东西弄到 就是它之前被Band 美国的Custom那边 所以其实之前 它不能够出口到美国 其实对它是一个挺大的伤害 因为美国的市场 手套的ASP一般上会比较高 margin比较好赚 如果你卖到美国那边去 所以自然 全球的手套的这些公司 都希望能够卖到最赚钱的国家 就是美国 所以之前美国的Band 其实对它而言 是一个挺大的伤害 它的Profit是走低下来的 那么 当然公司目前 还是Net Cash 进现金 它手上的现金 有一个18亿 Current Ratio 2.03倍 然后今天出炉的业绩回调 就是QOQ跌了69% 因为QOQ 它的Revenue收入 也是跌蛮多的 所在的公司 它的业务 你看它的名字 有一个Glove 手套的那边 当然它本身就是 生产手套的一家公司 那么它号称 它是这个 quantity 这个产量 手套最高的一间公司 放眼全球 之前它们一直在自称是 No.1 全球最多产量的一家 手套公司 当然中国的那个 英科医疗 是在追赶 我不懂有没有赶上了 因为之前 英科医疗 它们是要做一个 非常非常aggressive的一个扩张 它们手套的一个产量 目前 手套的ASP 当然是回调挺多下来 相信英科应该它们的扩张的步伐 也是会调整 也是会放慢下来 理论上来说 因为如果你还盲目 这种aggressive扩张的话 对于你的现金流 跟资产 负债表而言 是个压力 或许是一个错误的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是使命aggressive的一个扩张 我相信 中国的手套公司 应该它们也是会慢下来的 它们的扩张 就是不会像 之前那种高峰的时候 很aggressive的一种讲法 我相信它们那边 也是会放慢下来的 那么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业绩 就是fir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22年 该说了 我们看QOQ QOQ它的revenue收入 跌了24% 之前4th quarter 21亿 来到这个季度 只剩下16亿 所以它的PAT 税后利润 也跌了58% 4th quarter 是赚了4.5亿 来到这个first quarter 剩下1.9亿 so wish 其实是跌蛮多的 因为之前市场 有些分析师还认为 可能这个季度 它会赚一个3亿 so 3亿的figure 其实如果美国那边 没有出事情的话 是可能会达到的 就像我刚才有说 就是美国那边ban ban 然后它失去了 这个美国的市场 那么目前 当然它卖到美国的 那个volume 还不能像之前 正常的时候那么多 它需要时间慢慢恢复 它export去US的这个volume 就造成它这个季度 只是赚一个1.9亿了 就是受到一个伤害 在那边 当然它有提这个原因 它也说 QOQ当然说它的ASP 还是在下跌的当中 然后成本也是提高 跟QOQ成本提高 因为一来也是 它为了符合那个人权 因为之前不是说 它对外劳种种的指控 所以它为了达到这些 外劳权益的组织的一些要求 我相信 它的一些costing 成本当然是会提高上来的 然后工厂的utilization 也是比较低 QOQ来讲是走低下来 因为刚才说了 你不能卖到美国的市场 那么你的volume是走低 所以如果你的volume走低 你收到的order没有这样多的话 当然工厂的utilization 就没有这样高 因为他们也是看情形adjusted 这个是很自然的做生意 如果你手中的order很多 那么当然你工厂就要赶办加工 utilization就会走高 如果你手中的order 收到没有这样多等等 各种原因 你工厂当然utilization 就会比较低 就没有那么高 然后再加上这个季度 RAW MATERIAL 它的材料的原成本 虽然是有走低下来 可是它走低的速度没有 所以它的ASP的速度来得那么快 比较慢一点 换句话说 相对而言 这个季度的原材料的价钱就比较贵 这也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们QOQ 就是profit会跌下来 这几个原因影响之下 所以展望未来 当然Toggolf虽然目前短期至少 手套股会影响跟逆风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咯 没有surprise 可是它还是跟你保证 他们还是会做扩张的 只是扩张的步伐会调慢 不像之前 宣布要那么的快 目前他们一年的产能是1000亿只手套 他们Target是4年之后 2025年年底之前 他们希望他们Target 那时候将会有59间工厂 1486条生产线 然后他们Target4年之后 那时候他们的一年的总产量 能够弄到2010亿 从目前的1000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Double Up上来 就是4年多的一个时间 这是他们一个Target 我觉得也还是算蛮Agressive的 当然不像之前那么快 这一次那个步伐有调慢了一些 然后最近香港那边挂牌上市 也是股东大会通过了 他们预期会在明年3月底之前 在香港那些也是挂牌上市 到时候他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香港都有这个挂牌 他的股票 这样做当然也是好 因为他的股票的流通性 比较高 然后未来如果他还需要 即支还是做什么东西的话 他还有一个Option 就是在香港那边的市场 也是可以坐手 他就不用单单依赖 Malaysia Bursa这边 到时候香港那边开多一条路 就让他未来的即支的Option 会比较Flexible 也比较多样化 我觉得长期而言 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当然这一次挂牌 香港那边 他会筹到一些钱 好像是20多亿他们的Target 所以20多亿 当然也是作为他扩张的 一部分的资金来源 作为他的资金一部分的来源 就可以 比较做一个aggressive的扩张 不像那些小型的手套公司 就比较 你看马股那些小型的 比较小家的 比方说HLT 虽然他们长期而言 也是会做扩张 把他们的步伐 当然始终 不能跟这个四大天王 来做一个比较 本质上他们的速度 还是有一个挺明显的差距 在那边 OK 那么Tocnoff 当然他在这个季报 也是有说 其实他们也是成为这个Top 4 大学毕业生最希望能够join的一家公司 就是Most Preferred Employers Of the Year 就是前面头世间 在这个他们的领域里面 所以我相信Tocnoff会受这个大学毕业生欢迎 可能他们的福利薪水也是比平均的这个行业可能会比较高 OK 所以如果你是应届的大学毕业生 你要找工的话 或许Tocnoff也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对象 我相信经历了美国一个Band的事件之后 应该他们这一次对待员工 当然外劳那边不用讲了 相信他们对待员工的福利方面 各方面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整 OK 顶级手套 所以总的来讲 手套股当然我相信很多人迷惑了 目前是不是一个机会 我当然看股价 你可以看到很多手套公司 目前的股价已经是6年前的股价了 就是2015年 OK 目前手套股的股价是2015年 6年前的股价 所以市场认为这6年来 手套公司的value没有increase 还是保持在6年前 2015年的一个价位 所以你们去想到底合不合理 特别是手套公司又经历了COVID-19 赚了一笔灾难财 很多手套公司变成了Net Cash 你看像K Plus目前都是Net Cash的一家公司 然后手上的现金就变了非常非常多 可是他们的价钱还是6年前的价钱 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合理吧 至少短期 但是长期而言我相信 特别是四大天王也好 手套股 长期而言他们的value 迟早有一天会反映出来 把目前暂时可能还要忍受多这个逆风 那么如果你问我 他的手套的合理价钱 其实会回去的话 我也不懂 因为我不是神 非常简单 这种东西只有神才会知道 其实他才会回去 他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钱的状态 因为目前的价钱是6年前的一个价钱的 所以 当然特别还是Net Cash 手上的现金有一个18亿在那边 Current Ratio 2.03倍 那么他来临的业绩将会是 3月头他来临的业绩 所以一些人也是问 这一次的业绩是不是已经是底部了 那么来临的业绩会开始进步 这也很难讲 虽然他的季报里面是说 他们相信美国那边的sales volume 在未来几个季度会慢慢的恢复 慢慢的增加 但是你一方面也是要考虑到ASP 会不会再继续走低 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 所以我也不懂这个季度是不是已经是底部了 我相信长期而言 总有一天他的profit会重新爬上去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你想理论上他这样子不停的扩张 他们target四年多之后 产量要增加到2011亿只手套 而且手套的ASP也不可能无限期跌下来无底洞了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像我之前所讲 目前通货膨胀 全球性的一个大问题 什么东西都涨价 猪肉 鸡肉 菜 水果 各种各样你去喝咖啡 甚至油价 甚至这些金属 什么东西都起价的情形之下 那么手套的价钱有没有可能 5年后 10年后还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应该是不可能 为通货膨胀 这样子弄下去 我相信手套的ASP 迟早有一天还是会往上爬 只是时间点你问我 我当然不懂了 这种东西只有神才会知道 我相信长期而言 迟早有一天 手套的ASP还是会重新的往上爬的 然后到时候再加上 它的产量的提升 所以我相信长期而言 终于一天 Turkneuf它的这个业绩 还是会往上爬的 理论上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要有耐心 如果你真的要投资手套股的话 因为单单看业绩啦 总有一天它们的业绩会重新再爬上去 把这个当然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 不过它的Track Record是不错啦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Slide的Presentation 它就强调 如果你是买Turkneuf股票IPO挂牌 Buy and Hold到现在的话 它的股价已经增加了109倍 OK IPO第一天到现在 它的Turkneuf股价已经增加了109倍 OK 当然 老板不用讲啦 老板的身家 就是Buy and Hold到现在才有的 问题你问你自己 你能够Buy and Hold这样久吗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当然不能怪人 人家拿到109倍的回酬 如果你是那种短期的话 当然很抱歉 你是不可能有这种回酬的 当然讲了那么多 还是要Disclaimer啦 最重要 那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 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Bye